这个会议从姚河远的奥产队 请到了著名的近代史的当时在中国 获得第一个中国近代史的博士学位 也是很著名的教授冯崇毅 现在我们请他给我们做一个主题发言 我们现在规定是半小时的主题发言 十分钟的题目和辩论和主角人的回应 现在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冯崇毅教授 非常感谢苏军兄 我一直在讲纽约和美佛 中国是大变团 是民主运动 中国民主运动力量的大变团 敞了祸 但是非常感谢给这个南蛮机会 真的不敢当 我们是最标准的南蛮 一个是从在中国我是海南岛 就是圣人木道的地方 在三次界澳大利亚南蛮球 南蛮 这个忙到我现在的口音就是我是十八岁才开始讲中国话 十八岁之前一直是在家里头上学用的全部是海文化 所以这个国语一直学不好 请各位包堂 其实在座之位都是因为我们今天来去怀念佛耀邦 佛耀邦都是在座之位的恩人 就是我们都受国耀邦的恩 才成为有机会 成为信贷人 我们在八十年代 在思想 基本在是八十年代并行 可能有些这些小年先跟着我们 希望是我们六年后 是我们的后裕后代 就是我们在那个时代是我们生命中的皇亲时代 真的是中国历史上那么十年给这个创造了一大批现代的思想英雄 那时候我们也很幸运特别至于男士 可能就只有那十年 真正实现财子家人的梦想 现在的小伙子们要去找太太 可能找不到八十年代之后 这世界读书人就不那么高 回去有财子家人的结合 所以很怀念八十年代 但是作为现代人 我们的概念是 中国一直在这个社会 没有机会 大规模的 转变成为现代人 西方有个漫长的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 这个 醒目运动 所以他们是这个人格的一个转变 最核心的地方 现代性最核心的地方 就是他有个性的 个人的自主 后来当然现在总结 就是这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幸运的 可是这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讲胡耀邦的历史功勋 功勋非常大 但是很可惜 我们最崇拜的这个 这个 中共党内的自由派 或者民主派的领袖 胡耀邦 赵紫阳都达不到 现在人这个资格 所以在座之位很幸运 如果我们讲他的这个历史功勋 最大功勋当然是 他所发起的 真理讨论 真理标准大讨论 冲破思想的脑笼 让我们有机会 去接受人类的主流文明 从党国一形态 这个一统江湖里头冲出来 所以尽力起这个 我们这个独立思想 就是我们的思想上 跟体制脱钩 从我们的实生活 我们的安身立命 一种体制脱钩 所以这是胡耀邦 他们最大的一个功勋 当然第二个功勋 就是你们可以讲到 他这个 平反 冤假错案 他就给这个社会 做了一世 在中国历史 人类历史上 一世非常雄伟的 政治和解和社会和解 把社会上的 被受压制的这种力量 解放出来 其后面再说来的 个人个体经济 个体户 商品经济 就回到这个 人道 人性基础上 这么两件事 看起来很小 但是 它的作用非常大 就是当时的胡耀 他们这批人 从里面冲出来 是从里面打破 党国集团 党国的集团统治 就是毛泽东时代 是人类历史的 这个集团主义统治 登风造极 就是不管是从这个 这个领袖 独裁 到这个 党传至上 然后到这个党政军 三位一体 然后到这个经济上 对整个这个 社会资源 经济资源的全面 垄断和这个 控制 能够射底剥夺 社会个体的 独立的根基 在结构上 不存在这个根基 所以 但是从八九代开始 一批 就是从 社会上 就胡平他们 这些 我们叫做 民主运动的 先驱 群辈 包括这个 魏京城他们 就是这个 斯坦民主乡 后来的这个 八年年的 这个校园大选举 这个社会上的 这个 这个 充气 然后在上层 有个呼应 就是这个 因为在总结 文革的这个 历史教训 学的教训 所以是脱离 那个集团 这个大皇家 转向一个 后集团 这个后集团 就是 党国这个 政治 一元化 还维持下来 一党专政 没有改变 可是 社会 经济 开始 出现 有限的 多元 就个体 自主 个人自由 出来 思想文化 同样 出现 有限的 多元 就是这个 自由民主 思想 作为一个 现代主流文明的 自由民主思想 作为一个 思想体系 进入了中国 重新对这个 整个党国体制 从思想文化上 就变成 就变成一种 挑战力量 而这种力量 就是到 八九年 被打残掉 而这个八九 就1989 是二十世纪 人类历史的 一个 分水岭 对中华民族 国运很不佳 很不幸 就是1989 就是我们现在都讲 这个明年 要纪念六四 三十周年 就这个六四 八九年的六月 在北京的 我们讲北京之村 和波兰的团结工会 援助 是同步的 紧接下来就是匈牙利 打开边界 东德人 拐过匈牙利 被奔到德国 然后这个到了 到了临底 波林墙就被 击倒了 就波林墙的倒塌 它是一个标志性的 一个大事件 就宣布 共产主义 建策的 全球性的崩溃 但最后的这个 这个是到 一直到91年 苏联共产帝国才解体 但是它的这个 整个这个天翻地火的 变动 是在1989年 发生的 可是中国 没有过这个坎 没有过这个坎 这个里头 就是我们在讲胡赵的 历史功勋之后 要看到胡赵 就是党内民主派的 时代局限 就是个时代给他们的局限 当时整个社会上 就是只有像 胡平他们这批人 沈子民呢 这批人 思想心虚 真正把这个 一个民主中国 作为中国的 未来目标 胡也好 道也好 没有这种思想突破 在政治上 也没有勇气 跟体制 跟党国体制 做切割 所以在精神上 他们不是现代人 所以当时 他们其实跟这个时代 在做转折之后 慢了翻台 没有机会站到 站在这个历史的潮头 来指导 来指导 当时 北京之孙 中国那个大变革 就是北京之孙 之所以能够翻起来 是因为 体制内外 追求民主 追求自由的力量 集合在一块 往前冲 但是遇到了这个 党国的保守 关公司力的 强烈阻挡之后 这时候这个 胡耀邦 和赵紫阳 都没有 下定决心 摊台 就是跟这个 体制结列 胡耀邦 是当然这87年 甚至于做了 做了检讨 就是 非常 窝囊的 离开政治舞台 到这样 到89之后 就带着眼泪 离开政治舞台 很虚凉 就他们个体的虚凉 同时 因为整个民主力量 没有一个机会 这个 会合这一块 错过了一个 非常宝贵的历史窗口 那么一个窗口 一错过 那就整整30年 这些30年 恶乱了一大批英雄 包括在民主力 就是体制内的民主力量 被摧残的 花果凋零 就是这些年 我一直跟 包括体制内的 这个我们讲的 胡照已打 就是当年下来的 就讲现在 已经受过仅存了 然后这个李瑞 现在给人家重病 在睡的医院 就是我们 跟他们私下 很多交流 就是跟李瑞也好 李胜之也好 朱后哲也好 有诸多交往 他们的内心 非常痛苦 就是这个历史机会 没有把握好 但是这个历史发展 一直到从八九被镇压之后 拐了一个弯 因为他没法阻挡 就是由后新来 后集团社会 出现的三股大潮 就是这个市场化 三股化 民主化这个大潮 他还是在往行走 就一直从江泽民时代 到这个胡锦涛时代 还是挡不住 这样的潮流往行走 到了2013年 又从中国 重新出现一个 集会双口 就我们知道 当时我们13年 在中国整个议论界 整个思想界 整个媒体 喊的最响的口号 就是信政 信政在思想界 博树做社会思潮 信政本身就有自由主义的信政 就是以主体的 然后有社会主义信政派 有儒家信政派 就是连这个党国 疫情态里头 也要靠上信政的那边 可是这时候 当出现这个 从后集团社会 向信政民主转型的时候 红二代 中社党 做到灭顶之灾的威胁 他们进行全面的反复 但这个反复 你可以看到 不幸来在重新的 这个上网打黑 这个张牧生 这个刘元 他们 重提新民主主义 这个孔丹 跟这个行巧他们摊牌 这都是红二代 或者中共中社党 反复的一个剧剧 这种剧剧 其实到中共十八大 并没有 涉及的明朗化 我们都记得 当时全世界的 都在那里 在拆 习近平使人 就先是往右 还是往左 很少人想到 他既不往右 也不往左 他往后 也就现在这个题目 从回合房到 到习近平 就他之后 他是 在2013年 习近平的登位 代表着 中国社会 从后集团社会 向集团社会 回潮 那代表着一个 集团主义 回潮的一股力量 没有机会展开 要真正展开 这个要 要花很多时间来 给他下很多定义 对那个政策类型 思想类型 做很多 如果有机会 在会下 或者是 讨论之前 我会再展开 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会 集体讲到 一个就是大话之 就是一种 落落大观而已 他想重建 党国一形态的 一统江户 要重新 统一思想 他想 重建 经济上重建 集团主义 六维坛 靠这个国习为核心 加上这个 传规资本 要实现对经济的 全面的控制 现在是你知道 那个小企业主 小业家 很精打 扩散很多 就是包括很多的 中赏 要重新 苏信一世 这个移民潮 都是受到这种 这种重新党国 对他们的剥夺 还有一个 更具体的 就刚才 苏金兄也提到的 就是 要重建 党政军 一体化 我们知道 这是 毛是党政军 大选在握 就是一体化的 一个联袖 后来 接下来是 这个 一名领袖 化合风 很短时间的 一个过渡 到胡耀邦 开始 党政军就 涉体分家 党是胡耀邦的 政治造成洋的 军队是 分手军的 就是内部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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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传 分化 就是 有一定程度的 这个志宏 给社会 创造一定的空间 到了 引荐到 江泽民史的时候 他已经 这个党国的力量 已经衰退到 一定程度 他必须提出 三个代表 向新 社会阶层 向这个 中产阶级 做让步 把志宏 把这门家 拉到党内 党内 三个代表 为什么 这个口号 口头上提出来 就是孟生发大财 这个共产主义 那些乌托邦 要在边上去 就是放在喉头上 就是流 射鼻子 到了 胡锦涛的时候 当然是九龙治水 就是这个镇压机制 党国 但是就是有着维稳办 有着网坑 他们来心头来做 可是胡和温 两个人 他们向 扶持家 指寒 而且胡锦涛是 公开提出来 不折腾 所以为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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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元 和这个张沐生 要骂他 激果酸话 就是他们并不想 彻底的收拾公民社会 所以习近平上台 这五年 他犯下的最大罪悟 这个超天大罪 就是 全面的 摧残公民社会 你再回过头来 就是 当年活跃的那些 非政府组织 一个个被他收拾掉 习近活跃的这个互联网 包括 各种网络大逼 这是明经的一级领袖 几乎无一落 被他收拾掉 所以在这 猪肉滔天 就任何事情都玩 就都 不能 不能 这个 戏 可以 紧清 他这样的一个 一个罪悟 就是扭转中国 社会的这种 这种 往 信政民主社会 转型的这种力量 就是 他是代表 中国 统治集团里头 最顽固 最反动的 就跟姜婉姓 一样 中社党这个社会 阻挡历史往前走 要开历史倒设 倒行历史 但是我 我现在要讲这个一个 刚才讲 1989年 这个大的 这个大潮 并没有 习近平他本搞 这个积层 追悔潮 而改变 就中国 整个世界的大局 我们现在就简单 那个线索 就是 现在的信政民主制度 从17世纪 开始登上的主台 到18世纪 整个18世纪 三到四个民主国 整个19世纪过去了 全世界 民主国家 十个左右 一十多一十少 到了20世纪 在上半届 那我们中国是 最早走进去的 1921年 1911 1912年 但是一直到 二战结束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也不过是20个 所以到了现在 全世界 190几个国家里头 比130几个是民主国 所以这个专制政权 已经七十何数 就那么几个 所以这个 从真正的量对比上讲 中国作为这个 专制主义的 世界专制主义的大本人 再加上几个小兄弟 他们的力量 是不足以 跟世界的自由民主力量 抗衡 但是每一次 这个民主 这个 集权主义 或者专制政权 发挥时候 都是因为 民主世界是问题 这个民主 你知道这个 共产帝国 是在一战之后 起来的 就是集权政权 这么一种政权 模式 或者政权 形态 是人类 整个人类的一场大劫难 这个大劫难 就是这个 第二年 布尔社维克 在比流氓 无难 他们创立出来的一种新的这段体制 就是要对全面 就是党国 我们叫党国专制 所以中国是因为 有了这么一个党国专制 做了一个 党样 几国体制 好像更有力量 更有效率 所以中国这个民国 中途改道 改道了这个沙道上去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 才受这种灾难 所以我们现在要追求的 其实是 中华民族 回归 新政荒奖 这个力量 我一直在讲 我一直也跟 特别是跟 跟维东底下讲 一个习近平 十个习近平 一百个习近平 打不住 现在这个集团回潮 是一个 一个 毁光反照 我永远 想掉一个东西 党国没有红三弹 就这种正环框架 这种正环体制 不可能传给 伯瓜瓜 这个 这个 习近平 他就接不下去 就是要有政治 尝试的 党内的人 都看到 他是一个死局 他不可能再传下去 所以 节悟的人会越来越多 体制内外都一样 人心已经改变 中原思路 路就是人心 世道人心已经改变 新的机会双口 会重新出来 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出来 而且我在心里 做讲座时候 多过想掉一个事 没有人知道 哪一根道扫 是压倒露锁的 最后一根 所以所有的自由民主人士 包括赵毅在内 可能你放上的那一根 就是最后一根 有机会就化上去 这样的机会双口 就是因为这些人的不同追求 不同动作 会引起一个社会互动 这个社会的巨变 就会发生 就会成功 但是我们要有这个 应该讲一个亮度 要接纳不同的派系 不同的力量 一定要有这个民主力量的大会合 这个转型才会成功 而且才会减少 转型的代价和成本 我想就 接